今天我们以这个iPhone 6 Plus为例 讲一下WiFi故障怎么修 另外再讲一下屏蔽罩怎么拆 我们大家都知道 iPhone 4跟iPhone 4S 或者iPhone 3G S iPhone 2代、iPhone 1代 或者说其他的像什么三星 国产手机 还有等等一些积极大大的各种品牌的手机 很多情况下屏蔽罩 是只需要把那个盖子揭开就可以的 这个你们只要看过我以往的视频 你都是知道的 还有一种就是屏蔽罩的股价是吧 需要拿剪钱剪掉的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也是现在最普遍的这一种 就是iPhone 5、iPhone 5C 或者说iPhone 5以上级别 包括这个iPhone 6 Plus是吧 他们的屏蔽罩是怎么焊上去的呢 都是拿的200度 拿的130度的超低温烯焊上去的 超低温烯焊上去的 所以说大家以后在取这个屏蔽罩的时候 就只需要拿风霄温度220度左右 把这个屏蔽罩吹下来就可以了 220度左右去吹这个屏蔽罩 是不会对主板造成任何伤害的 这个你们可以窒息一下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摔过的苹果的主板 或者说是其他品牌的主板是吧 即便是你拿220度左右去吹这个主板 也是会有一定风险的 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风险降到更低呢 我建议大家使用斯登利2310的德国大炮 用风霄温度200度来吹这个屏蔽罩 这样就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点 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做还不够安全是吧 那还有终极必杀方法 就是拿这个刀口的烙铁是吧 拿这个刀口的烙铁 拿刀口的烙铁 配合 配合进口的吸吸带 把周围的吸 把它吸掉 吸掉以后再把这个屏蔽罩轻轻一憋就掉了 或者说轻轻一撬就掉了 这是另外一种方法 这一种方法就针对那种摔过 摔得很严重的 可能硬盘会有伤害的那种主板 就适合拿烙铁来拆 如果说没有摔过或者问题不严重是吧 就拿风枪来吹220度 或者说 适合力大炮200度 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一点 这个里面记住要自吸 再拿吸吸带吸的时候 可以加点焊油 这个就是我吸过的 这个屏蔽罩就是我拿吸吸带吸下来的 吸下来的 吸下来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iPhone 6 Plus是A8的处理器 对不对 它有个处理器 上面是有一层黑黑的 这个东西是吧 这个东西就像我们 就比较像我们那个台式电脑 或者说笔记本电脑 那个CPU上面是不是有一层 那个散热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跟那个笔记本电脑 还有台式电脑上的东西 作用是一样的 主要是拿来散热的 这个应该叫石墨 叫石墨 是拿来散热的 这个你们要知道 要知道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那个 WiFi这一块 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修WiFi 好 现在把镜头说小一点 以前我跟你们讲修WiFi的时候 是不是要测一下WiFi的几个供电 对不对 一般进水的手机造成无WiFi的 最严重的情况下 是电子正级的供电 欢迎大家登陆三达